没错,就是它 我现在的目标很明确 召唤出彩色的凋零 然后消灭它 要致富鲜鹿树 我想用最快的速度 最少的时间里将它消灭 这肯定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回屋子里面拿点工具 准备下矿吧 就这边好了 也不知道能遇到险 哇塞 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彩色的矿石 难不成 这些东西可以做装备 未免也太好看了吧 你看看 这家伙闪闪发光的 都把这些采集下来吧 这下发财了 居然还有一层 深藏不漏呀 这些钻石也拿着吧 运气也是够好的 刚刚下矿就有这种运气 我猜也是没谁了吧 这边还有好多呢 大伙帮我想想 大伙怎么对纵那个凋零呢 这不没过多久 才采集了30个彩色钻石 再弄点石头吧 哇塞 下面还全彩色的方块 这么多应该够用了 回去房子做东西了 弄点木棍 钻石这个 还能做钻石棍子 有点意思了呀 彩色的头盔也可以 反正将所有的房具都给自己安排上 还有一双鞋子 当然 大家也知道 要打败凋零 武器也是少不了的 用彩色钻石合成的宝剑 不值得有多强呀 那我也将装备给穿上吧 生命值都增加了一倍 这么强的吗 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炫酷的 前面就有好多的彩色凋零窟了 这些小弟我当然不会放过你的呀 我这装备对付你 还是绰绰有余的 掉出来一个彩色凋零头 这边还有两个呢 也逐一消灭吧 我这一把宝剑 把他头都给打飞了 非常不错 拿着这几个 就可以准备合成彩色凋零 找个空气放着好了 哦 就到这里吧 石头都还蛮好看的 最后三个脑袋 放好了 出来了出来了 传说中的彩色凋零 我发现了 连他的血条上的名字都是彩色的 数字有点霸气侧漏啊 退后 我要开始装逼了 啊爆炸了 这么猖狂 你经过我的允许了吗 你想要的飞到哪里去 就只知道欺负小动物 有本事跟我决斗啊 好家伙 真是越飞越远了 人家开个创造模式追你吧 再不上去揍你 还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 打出来的特影都很炫彩 好好 就在此地 把你往泥土里面揍 完了完了 这货干脆直接疯掉了 你跟着挖房子呢 自掘坟墓 哎 他怎么开始疯狂的抽出了起来 感觉他好气啊 我就喜欢你这种 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看见看见 哇哇哇 别跑啊 还在这里肆意破坏 早知道 就不把你给放出来了 他的生命值已经差不多了 居然还跑到湖面上来 不过 这飞行速度是真的快 怎么了 小动物都被你打光了 现在又来砍树是吧 瞧把你能的 哈哈 最后一点点 总算是送走了 掉落下来的物品也都是彩色的耶 彩色的下界之星 我又回到了如希的村庄 给这房子也添加些许颜色吧 呃 看着挺不错 葡萄呀 铁块呀 都是彩色的 为什么这匹马 却是正常的呢 再给自己配上一个 超级帅气彩色盾牌 这气质很nice啊 那么好吧 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咱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